我们接着来啊 换个地方接着来啊 第四段 中国经济在2022年陷入 父辈授极阶段 我们前面讲了这种典型的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 按照这种顾昭明的那种观点 美国在1947年跨越了刘易斯拐点 进入了黄金时代 1970年左右啊 跨越了顾昭明的拐点 进入了被追赶阶段 主要是被日本追赶 日本是在1960年中期至1990年中期处于黄金时代啊 持续了30年 1990年中期后处于第三阶段 被韩国台湾中国大陆追赶 韩国和台湾在1985年跨越刘易斯拐点 在1985年到2005年处于第二阶段的黄金阶段 持续了20年 2005年进入被追赶阶段 被中国大陆追赶 顾昭明对这些时间点的划分啊 显然是基于学术研究做成 做出的 例如 南亮晋 南亮晋啊 这是什么 论证过 日本大约在1960年达到了刘易斯拐点 而对于中国顾昭明认为啊 中国在2012年之前 它属于第一阶段 2012年跨越了刘易斯拐点 进入了黄金时代 认为中国啊 现在依然处于黄金时代 但作者 作者啊 我认为中国有可能从2022年开始 已经进入了被追赶阶段 开始被东南亚和一些拉美国家追赶 然后他有一些例证啊 我们来看看他说的是怎么样 这说明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如果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你在这个国家 你是可以直接报复的 如果你是作为企业家的话 你是有机会能赚很多钱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第二阶段的时候 作为一个中产在这个国家的话 也是非常好 对不对 你也可以吃别耕 你不一定去创业 所以我们看看他怎么说吧 他为什么这样认为 第一 在2022年 中国自然利率已经下降到了 1970年美国和 1990年中期日本类似的水平 他还是讲利率啊 第二 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已经降 已经低于潜在的竞争对手 就是你投了钱 其实在中国赚钱 现在赚钱是比较困难的 2022年开始 企业被迫开始加快出海 对吧 其实我们也都看到 然后有这种美国的压迫 对不对 美国想把中国搞掉 然后很多企业不得不在海外建厂 电动车也好 电池也好 太阳灯板也好 对不对 从2022年开始 企业家普遍意识到 有这么几点 第一 是东西方走向了对抗的背景下 逆全球化加剧 美欧在东南亚拉美 快速培育供应链 未来来代替中国企业 其实这个我们都不用解释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 比较认同这样的一个事实 第二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严重 出海俨然成为很多企业 为了自救生存的必然选择 中国企业出海在东南亚拉美建厂 意味着这些地方的经济将起飞 实际上东南亚印度非洲 很多国家的GDP已经远远 GDP增速 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 只要有需求 他们的供应量将逐步完善起来 逐渐代替中国 越南 泰国 老挝 缅甸 印尼 印度等国 将成为中国的主要的追赶者 这个投资回报率下降 其实由于中国这种地产 太贵 房地产这种拿地铁 或者干什么这种生产资料太贵 第二个就是 还是这种员工的工资大幅上涨 导致企业的利润率降低 当然要说这些国家取代中国 我觉得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第四 中国从2022年开始 开始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 驱使中国进入被追赶阶段 总而言之 2022年严格的风控 一方面导致了中国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 另一方面降低了中国 潜在GDP的增速和资产利率 导致中国在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 使中国在2022年已经跨越了 郭昭明的拐点 进入了被迫追赶阶段 中国所处的被迫追赶阶段 与当初的美国 日本 韩国等完全不同 主要在于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洲 欧洲 印度 对中国抱有严重的敌意 试图在科技 贸易 公用链 以及国际政治 军事等方面全面挤压和遏制中国 并企图扶持东南亚 印度 墨西哥 达到新的公用人来代替中国 即中国在面临的是前所为有的围堵 后有追兵 父被授击的情况 因此 我更意愿称为 父被授击 这就是作者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他说的 这一大块 其实是跟国际政治非常相关的一部分 对不对 也就是相当于 就是美国 他是世界老大 当老大受到这种老二严重危机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系列的措施 这个东西也并不是中国主动愿意去这样做的 但是你经济发展到这一定地步 他一定老大不会这种轻易放过你 并且在疫情阶段 对不对 特别是口罩 这种防御这种产品 大家真的是 西方国家真的是吃了巨大的亏 他们知道 当你特别需要的时候 中国他拿这个卡板你 也不是中国拿这个卡板你 很多企业就是这样 给你假的 就是这个东西根本就运不过来 导致说 你真的遇到这种危机的时候 他们就会发现 哇 一个小小的口罩 他们都拿不到 这就会导致他们 他们就是怎么说呢 非常的紧张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当时觉得 中国其实不应该去搞这种什么饥饿 或者营销 或者卡板这种东西 你要长久化 长久化去发展 然后你就会导致 这个西方国家发现 哇塞 就是非常不靠谱 这也是他们 这种导致他们这种 非要把你挤对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对 那就是说 那现在目前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对不对 你也没办法 并且但是中国还有 他说了只是这种危机吧 但是中国也有很多发展好的一些方面 比如是说 虽然这些西方国家对你是一个敌对的一个态度 但是中国也有其他的对吧 他们也对俄罗斯敌对 所以说你跟中俄关系就会很好 其实中国在这段时间也是 从俄罗斯被制裁的这段时间 如果也是 一般的是接棒了很多的西方国家的一些产业 有时汽车 小家店 就直接不孝的就跑到了俄罗斯 然后中东 中东地区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然后核武战争发生了之后 然后他们也会担心 这特别是中东这些财阀们 这大佬们或者是这种王子们 怕他们的资产也被被冻结吧 所以说他们不是特别相信美国 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跟中国走得更近一些 还有跟中国发展的也就更好吧 但我还是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 就是现在中国就是处在一个 富贝受敌的这样一个阶段吧 然后我去看时间还有 才9分钟也不是很多 我们再接下来讲时间下一段 然后就把这两段合在一起 那又开始对习近平了 对中国政府 好好听一听 就是央行没有及时大幅降息 导致实际利率居高不下 放大了经济波动 就是央行错误的坚持 所谓的黄金法则 恪周求见 说啪啪的 就是指着鼻子骂了 如前所述 2022年以来的疫情 风控措施和持之效应 降低了我国的自然利率和自然产出 并且在2019年底 中国自然产出率大约是6%多一点 在2022年下降到5%左右 2019年底自然 自然利率大约是2% 2022年很有可能下降到1.5% 算是更低 2022年开始 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严重呢 反正确实是通货紧缩了 实际利率在4%以上 实际利率高于自然利率 意味着货币政策 它就是紧缩的 你需要大幅降低民意利率 LPR 把实际利率压制在非常压制的低于自然利率 其实说明在中国现在什么 虽然你是在降利率降息 但是你的名义利率还是高 然后你还是类似于像在加息的一个过程 然而当时央行一直遵守所谓的黄金法则 即实际利率潜在的GDP增速大体相等 时任央行行长易刚 曾多次阐述 为什么要遵循黄金法则 然后说易刚怎么认为呢 他认为理论上自然利率是宏观经济 需求达到平衡实际利率的一个水平 中长期来看宏观意义上的利率水平 与自然利率匹配 由于自然利率是一个理论上抽象的概念 具有水平难以估算 实际采用一般的是黄金法则 来衡量合理的利率水平 即经济处于人均消费 最大化的稳态增长的轨道上 经通货膨胀后真实利率 R应与实际利率增长率G相等 若R高于G 这会导致社会融资成本过高 企业经营困难不利于经济发展 R低于G就往往民意利率低于 民意GDP增速 这有利于债务可持续 即债务杠杆利率保持稳定而下降 从而给政府一些额外的政策空间 总体上R略低于G是较为合理的 从经验数据来看 我个大部分时间真实利率都是低于实际利率增速的 这一实际可以称之为留有余地的最优策略 但R也不能持续的明显低于G 若利率长期过低会扭曲金融资产配置 带来过度的投资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 资产空转等问题 超低利率政策难以长期持续 当时央行的利率政策是正遵循这一思路 例如2023年5月25日央行发布的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专栏 就表达了同样的思路 一直到2023年 立刚还坚持认为 在经济学理论中 一般参考泰勒规则和黄金法则来衡量利率水平 比较来看泰勒规则强调短期逆周期的桥解 黄金法则阐述了一条储蓄和投资的最优策略 此时消费也得到了持续的满足 因此效用函数的最优化 黄金法则长期稳胎的最优解 给我们的启示是 实际利率应约等于前代的增长率 实际利率太低或者太高都会产生不良的效果 黄金法则对货币短期操作意义不大 但对于较长的时间序列验证是有意义的 黄金法则可以提供一个长期增长的轨迹衡量标准 就是2023年7月 我撰写的一个黄金法则是在这一系列假设条件下 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导出来的 它的假设条件包括经济是完全竞争的 技术进步是外升的 且完全是靠劳动扩张型的 不存在外部性 产生的函数足够规模报酬不变 劳动供给是无弹性的 劳动力总量是按照额外生成速度的指数增长的 建立这些条件现实生活中是不可成立的 我国经济显然不是一个完全竞争性的 国企和民企的二元结构和民企始终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 经过2016年以来的供给测改革 每个行业的集中度都在提高 技术不是外升的 几乎所有的研究 我国技术进行的论文指出 我国技术进步不完全是劳动扩张型的 大多数研究发现 我国技术进步是偏劳动扩张型 美国的情况也类似 经济中不可存在 不可能不存在外部性 生产函数当然也不是规模报酬不变的 劳动供给绝对不是无弹性的 尤其是中国在2012年 已经跨越了刘易斯转折区间 劳动力短缺日益严重 等等 总之黄金法则提前是不成立的 因此在现实中 黄金法则不可能成立 退一步说 黄金法则说的是 实际利率约等于潜在的GDP增速 由于CPI不断变化 按照调整的黄金法则 应该根据CPI的 名义利率使实际利率相对稳定 2022年三季就之后 随着经济的走落 CPI的下降的很快 名义利率下降缓慢 实际利率在快速上升 已经远高于自然利率 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实施是收紧的 那么意味着黄金法则有大量的 也有大幅下调名义利率 比较实际利率压低到2%以下 所以这一段 他主要是怼财政部长 是怼易纲的 他觉得他们比这种 这样的利率的可能是不对的 当然他说的是太学术了 完全不知道 但我感觉还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你在西方国家 开始加息的过程之中 中国其实应该是逆周期调节的 这个我是比较认同的 你要保证自己的国家 而不是会被美国收割 对不对 你也不跟着美国加息 你是没有办法的 但中国是有办法 中国的这种利率或者是金融 它这不是完全开放的 你是有机会去做这样的一个 是做这样一个调整的 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